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 新闻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赛要 新闻是推动安宁共照2.0 希望经由福岛将护理之家 与长照机构纳入安宁照护系统 今天的走入台湾故事 我们要来认识一位 罹患罕见解病 比尔罗宾镇的小勇士有照 被称为马路活菩萨的张秀雄先生 这七年多来几乎是全年无休 插亮了超过10万片的反射镜 受到了这股无师精神的感动 新店驱宫所就特别举办了 转角守护者插亮新世界的适时活动 号召区内各里的灵长 还有环保之工们 一同来回顾环境守护道路安全 有感于马路活菩萨张秀雄先生 七年来几乎全年无休 插亮超过10万片反射镜的无私付出 新店驱宫所特别举办 转角守护者插出新世界适时活动 号召区内各里一同守护转角安全 我们非常感动的 所以今天才邀请我们里长 所有的环保志工到我们这个广场来 也请我们张先生 现身来跟大家 不只是教导 说大家要怎么去维护这个环境 去插射这些反射镜 就主要也希望说 这颗种子能够在新店这边 生根 然后茁壮 就这样子把这个爱也好 把这份热心 把它给传扬出去 活动中张秀雄先生 也示范了自己平常是如何插射反射镜 虽然只是一面镜子 但张秀雄先生非常讲究 仔细地向区长林黄元讲解 两人一同插亮了反射镜 张秀雄先生谦虚地表示 多年来持续插尽的工作 认为无形中也插亮了内心 让自己快乐又自在 这场的事实活动呢 就是在插尽我的心 这场的事实活动 我们这是有形的工夫 就是这场是我在插尽我的心 我这个心里 七十多年了 都要生一生 肉面 利用这场 每天都在插尽 没有到一天 我们人们都会往生 要走的时候 去插尽 要走的时候 来自宅 来离开 这场事实活动 除了邀请张秀雄先生 分享擦拭的心得 在各里里长的带领下 以擦亮反射镜为主题 每一个参与的里 发挥创意和巧思 精神抖擞的呼口号 像是建国里 还手做一个拟针的反射镜 相当的用心 安和里则准备了 拉拉队彩球和沙灵 而中山里 竟然搭上了实施议题 让人不免玩耳一笑 中山中山发大财 中山中山发大财 插完插 干净了 你看见 我看清 大家都安心 护士 干干干 青天区公所表示 透过了有趣的对呼 最终还是要唤起大家 一同重视环境的维护 从差量反射镜这样小小的动作中 了解对于生活 以及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同时赶佩于张秀雄先生的坚持与无私 期盼全民都能够一起响应 成为转角守护者 让区内约1100多面的反射镜 都能够光亮干净 让新店迈向更优质的城市 记者杨宝友 召发起新店采访报导 而新北好茶春茶上市了 6月1号在平林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这一次更特别的是首度拍卖 获得特等奖的冠军茶 市长侯友宜可是亲自见证这场拍卖 而最后是由蔡隆全先生 以一斤一百万元的创纪录高价夺得 而他也非常的大方 追出了半斤的百万冠军茶 让在场的来宾一同来品尝 新北好茶春茶上市 6月1号在平林茶博馆旁广场 举办展示会等系列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地到场 颁发春茶特等奖奖牌 并且见证这次特等茶拍卖过程 一百万 一百万 最后这个特等茶 是由蔡隆全先生 以一斤一百万元的创纪录高价夺得 而得标后的茶叶 他也大方的提供半斤给现场来宾一同品尝 另外半斤赠送给侯市长做纪念 而市长侯友宜更是大赞新北好茶冠军茶 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冠军茶 非常开心有企业团体给我们满满的支持 一斤茶拍卖出来一百万 所以文山包装茶就叫百万冠军茶 希望爱好我们文山包装茶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到我们平林来分享 我们最清香最美全的美丽的文山包装茶 这个一百万卖出的冠军茶 是来自六代制茶的平林茶农陈元德 他表示平林包装茶举国文明 这次能够获得特等奖 除了在管理茶园上下了功夫 认为自己则多了点运气 好的管理 靠运气来说 就是在制作的时候 刚好放到好点去 这是很重要 不然说在我们平林老一辈的 或者是现在四人来说 他们脑筋都很好 做的都很好 没有说有什么很不好的部位 我总觉得就是 好像说运气好一点而已 农业局表示 新北市连续八年夺得 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冠军 显见新北茶农制茶技术绝顶高超 接着6月8号9号 同样会在平林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欢迎民众休旧一起来喝好茶 有茶香 记者陈小旦 张芳琪 平林采访报道 为了要窜起新店区 安中路周边居民 对环境的关心 新店崇光社区大学 就在今年一到三月之间 透过了民众参与的方式 将安中路57项内一块闲置的荒地变成了公园 这公园内可是种植了香草植物 还有蔬菜打造可食地景 而另外还建置了步道 还有雨水回收的装置 吸引了许多社区居民一同来造访 由透水砖堆砌而成的花台 里头栽种了许多香草植物以及蔬菜 成了兼具食用性与观赏性质的可食地景 不时吸引昆虫蝴蝶前来觅食 你能想象吗 这片位在新店区安中路57项内的美丽公园 不久前还是一片荒烟漫草 甚至堆放了相当多的垃圾 而新建崇光社区大学申请107年 新北市社区规划师计划实作补助 在今年1到3月间 号召社大学员与临近社区民众 以及景文科大学生 轻运出将近40代25公升的垃圾 并且将这里重新改造 那时候整理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边垃圾非常的多 然后也发动很多的志工的力量 然后把这边清除干净 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居民 可以在这里认识更多 可以吃或是可以使用的植物 然后第二个规划我是希望说 因为这个公园有很多的生态 那我希望这一块地方 也可以成为这个公园的 其他的动物生态 他们可以使用或是可以栖息的地方 做这些工程很大 只有一个月 叫那些学生导盘 还有这些志工 十五十五十五导盘 一边就先开一个变岛过来 变岛过来 一人摸一粒两粒 摸一摸几个工 摸到这里 考量到爬上这座公园不易 志工们一起运用自然工法 建造了日行斜坡步道 让社区民众更方便来到公园 甚至进步搭建了凉亭 规划雨水回收系统生态池 将垃圾荒地打变身 居民与周边的幼稚园开始会走进 公园慢慢成了社区的后花园 他说我们做的是让幼稚园 老师坐在这里 六七十个小朋友起来 看这里很漂亮很漂亮 老师你看这边有花还有菜 重光社大主秘江子英表示 这个计划不只是将闲置地绿美化 更期望透过改造过程中的民众参与 将社区的每一份子都链接起来 让人与人 人与土地有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整修完之后 打开了往这边的通路之后 其实居民就会变成是 它一个散步的地方 所以整修之后 其实这块地 其实本来是一个荒野满草 闲置的地方 可是打开之后 这块地就会变成是 跟居民很近的一个地方 重光社大也期盼 后续能慢慢拓展公园的范围 带动社区居民 一起让环境变得更好 记者声明 张曼琪新店采访报导 新北市政府从102年起 就开始推动社区安宁照顾服务 希望将过去散终场域 从医院转到社区 而日前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度宣布 新北安宁共照2.0服务正式启动 这最大的特色就是正式将机构市的安宁 纳入并且提供补助 辅导护理之家 还有长照机构加入安宁服务 善终是每个人人生最后的期待 但医院安宁病房却是一味难求 因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宣布 新北安宁共照2.0服务正式启动 秉持人在哪家就在哪的理念 推动安宁缓和照顾社区网络计划 提供多层级的安宁服务 包括安宁病房 安宁共照 居家社区安宁及机构市安宁 最大特色就是考量生平末期 家人在家照顾不易 所以正式将机构市安宁 纳入并提供补助 且辅导护理之家及长照机构 也能具备安宁照顾能力 我们对机构市的照顾 因为医病的一床篮球 我们会给2万5千块的一个最高补助 同时在机构市的照顾上 我们会以2万8千500块的最高的照顾 来支持他们 让他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最后那一段路能够跟所有的人道谢 离别说最内心的话 然后放下所有的一切 让他们走得安详跟平安 现场是月琴女士 也分享自己陪伴父亲在机构 接受安宁照顾的心情 我在机构里面遇到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 他们都不愿意住在机构里面 但是事实上在照顾上面 真的有很多很大的困难 那很高兴的是 现在政府有推这样子的一个 安宁疗户计划 那机构有专业的人帮我们做辅导 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们只要有专业的咨询 那他们也可以减轻我们家属的焦虑 另外 预理医疗照顾咨询推广计划 则是因应今年1月6号正式实施的 病人自主权利法 偏乡品种要到有资格的医院咨询签署相当不便 所以透过示范医院 培训偏乡卫生所成立资商团队及人员 开设预理医疗照顾咨询瞒诊 让偏乡卫生所成为预理医疗照顾咨询团队 记者成平正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导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走路台湾故事 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勇敢的小巨人 永兆 来看看他是如何活出自我 不设限 我们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底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心情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紧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宽品 一出生就患有皮尔罗宾症 还有关节轮缩的勇照 从小就要面对一连串的开刀 还有紧接而来的艰辛附件之路 但是永赵他用意志力逐渐克服了这些 鲜铁障碍 不过异于常人的外观 却让永赵常常饱受别人的好奇眼光 永赵是如何在家人 师长还有同学的帮助之下 走出了困境 找到前进的方向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走路台湾故事 他出生的时候是盘腿出生的 手是弯曲的 然后医生就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慢慢检查出来 所以他有皮尔罗宾 还有那个关节轮缩 他有额裂 额裂的话要做修补 修补了以后 他大概一岁多至两岁那时候才能开刀 因为他也要身体状况很好才能开 然后开完又开脚筋 脚筋开了他才会有办法走路 从确诊后 永赵妈妈就知道永赵的四肢肌肉运用 会比一般人辛苦 发音也可能比别人吃力 但这样的人生 未来是永赵的生活 也让永赵提早接受自己的不一样 同时开启了自己复健之路 除了固定区医院报到复健外 长达八年的游泳练习 让永赵手脚协调能力更好 同时也让永赵夺得不少奖项 小时候做的时候 每次就到一个诊所 他就都要先哭一个夜 然后再慢慢适应 他里面的那个治疗师的那个做法 游泳的话 他在水中的有那个浮力或是压力 但可以让他自己伸展的话 他的角度会比较开 不会说一直萎缩 附近虽然很辛苦 但永赵用意志力逐渐克服先天障碍 可异于常人的外观 让永赵从小就得承受路人好奇的眼光 会很累很喘吗 有时候在百货公司等电梯的时候 还有人在后面直接点点说 你看那个小孩子 小麻痹啊 怎样怎样这样 但是当下的话 是会有点难过 但是之后我就跟他讲说 没关系 人家讲的话 因为人的嘴巴本来就是最毒的 我们没办法说每个人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接受 让这边听那边 左耳听右耳出 交友是人家可能会去歧视 一年级被骂的时候可能就是会难过 现在被骂 I don't care 因为外观的与众不同 永赵多了一些防备心 这也让他的求学交友之路备受阻碍 他跟同学的交友上面 他比较好胜心强 所以他比较是武装足迹的 那他也比较得理不饶人 渐渐我们发现这一个问题之后呢 就开始修正永赵 譬如说 在他请求同学帮忙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说请 谢谢 对不起 那渐渐的永赵的口吻改善之后 跟同学的关系拉近之后 其实同学都会很主动的帮忙他 追 说你去屁 追 追 讲清楚啊 不然融入群体 永赵也慢慢修正自己的个性 积极参与学校事务 与同学互动更紧密 你觉得他们的老师 导师们跟客人老师们 都不会因为永赵身体的缺陷 而去局限他的发展 也就是说 他可以跟其他同学做一样的事情 老师也都支持 那甚至于永赵愿意去担任学校的服务学习的工作 比如说他高年级的时候就有担任学校的纠察队 所以在穿堂中午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小小的身影 在那边执勤 虽然他的个头不高 可能只跟中年级的孩子一样 可是他就觉得他可以做到 热爱棒球的永赵很早就接触棒球 聊起这项运动 马上坦坦而谈 眼神发亮 一开始我把自己设定为止境感 后来就是 去丢 先去丢头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野手 手面好像也不错玩 就下去练 练完之后 外野手也不错 又下去练 然后现在是练在 是要练补手 其他都练好了 就想说 那我干嘛 不把一次练练 跟着同学一起热身 一起练头 做着和同学一模一样的练习 纵使某些动作无法做到 但教练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状况 让他享有特殊待遇 像不管是打击 手背或者是跑壘 那跑壘应该算是他 比较大的罩门 那教练也会希望说 他一样尽量完成这个项目 虽然他跑得比同学还要慢 但是教练还会希望说 他可以去完成这样的动作 越来越逐渐的勇罩 不再被自己的外在所设限 反而清楚未来的路 要如何规划 也相信家人的陪伴 肯定是他往前的动力 紧接着 那我们来看看宝贝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4月1日起至6月底 点选机上和买video收看影片 就可抽家庭剧院 强情可洽买video官方网站查询 上网看电视就要精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949元起 机上和买video豪华月租免费看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7 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防止登革热 请清除不需要的积水容器 以避免蚊虫滋生 另外平日到户外环境活动时 请穿着淡色长袖衣物 并于皮肤裸露处 涂抹防蚊药品以避免遭受蚊虫叮咬 预防肠病毒请正确洗手 并养成不乱摸口鼻的习惯 照顾或接触幼童者 应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幼童 趁病时应尽速就医 并且请假在家休息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电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恩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